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是波動跟聲音 第一塊講波動,第二塊講聲音 我們首先要請各位了解波動的意思 波動的分類,還有很多名詞 什麼證幅、頻率、週期的意思是什麼了解 然後再來聲音是一個重點 它是如何產生、然後怎麼樣的傳播 還有聲音的速度,還有一個是聲音的反射 我們會有一個反射定律 還有一個叫做音樂音、三要素 那個也常常會考 尤其是音樂的部分考很多 第一個叫做波動 波動就是丟一個石頭到水上面 水產生涟漪,這個涟漪叫做水波 丟那個石頭,就是石頭給水波一個能量 給它一個擾動 然後它的上下的振動 就是藉著這個運動把這個能量 把這個擾動向外面傳播 這個現象就叫做波動 波大概有一些其他的意思 那個我們就不仔細的計較 比如說它會在同時 現在很多地方都出現 然後它就不管它 那麼這個有一個東西 把這個它傳出去 把這個能量擾動傳出去 這個東西我們就稱之為介質 所以這個定義是用在有介質的波動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力學波 我們等一下來跟各位說 那麼重點這個就是波動會傳遞能量 你的波的形狀會向外面傳波 可是介質只在原地附近運動 沒有跟著能量一起出去 這是它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波會傳遞能量 但是不會傳遞介質 所以波形會前進 但是介質不前進 只在原地附近做運動 所以跟你講說 這裡有一片樹葉 旁邊丟著石頭 水波傳過去 樹葉晃兩下就停在原地 這個意思 OK 那麼波有一些分類的方式 就剛才跟你講有根據需不需要介質 需要介質的我們稱為力學波 或者是這個機械波 一種叫做不用介質的 我們叫做電子波 水波需要水 神波需要繩子 堂皇波需要堂皇 這個叫做需要介質 我們稱之為力學波 力學波 那麼不用介質的就是電子波 好電子波 加上我們的可見光 比如說無線電 比如說微波 這些東西就是電子波 它是不需要靠介質就可以傳播的 這是第一種分類方式 根據它的要不要介質 分做力學波或者是電子波 另外一種分類方式 這個是根據介質的運動方向分的 如果介質的運動方向 跟波的前進方向 這樣互相的平起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縱波 那麼這樣會一疏一密 所以就叫做疏密波 會叫疏密波 像我們的重點就是空氣傳聲音的聲波 是一種縱波 那麼彈簧就要看你怎麼抖 如果你是前後抖的就是縱波 前後抖就是縱波 那麼另外一種叫做橫波 橫波就是介質的運動方向跟波的前進方向 互相的垂直 這叫做橫波 所以呢水波是橫波 神波是橫波 彈簧如果是上下抖就是橫波 所以彈簧波可以是重波也可以是橫波 看你是怎麼樣抖 看你是怎麼樣抖動的 當年上課的時候就跟你各位講過了 你只要會寫字你就會了 你寫一個橫 就發現它到處都在垂直 所以橫波叫做互相的垂直 你寫一個重 你就發現它到處都互相的平行 你寫個重 你就發現它到處都互相的平行 就知道互相平行的是重波 會寫字就會了 會寫字就知道它是垂直的平行 幫助你背而已了 那麼電磁波式叫做橫波 就是光波可見光波是橫波 為什麼國中不焦 那麼再更仔細的講 水波其實不是橫波 水波的運動方式它在那邊做圓周運動 那個細節我們國中也不管 我們就是水波就叫做橫波 然後光波是橫波 光波不用戒指啊 那它要什麼垂直啊平行 那有它別的原因 我們國中也不理它 你就知道它是橫波就可以了 你就知道它是橫波也就可以了 基本上我們在你遭到波動的前進的時候 波形不改變 甚至於撞到東西彈回來 波形也不改變 這個沒有一定 如果你撞到是一個平面 那麼就是直線撞進去直線彈回來 圓圓的撞進去圓圓的彈回來 可是如果你不是平的就不是這樣 這種小細節我們現在國中不公公 不管 我們在現在會交給你的 我們現在會跟你講的 都是波形都不會改變 如果原來是直線波它還是直線波 原來是圓形波它還是會是圓形波 我們交給你的東西都是波形不改變的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這裡的重點就是 了解什麼叫波動 會區分 什麼叫重波 什麼叫做橫波 然後記得哪些波是重波 哪些波是橫波 特別重要的事情是 要記得空氣傳聲音是一種重波 就是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下波動是些什麼東西